中共通过军事技术合作扩大在中东欧影响,中国与中东欧峰会即将召开之际,中共除了大力推动一带一路项目外也积极利用军事技术合作扩大在当地影响中共参加在捷克的武器展览,并帮助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发展导弹技术。 乌克兰最近成功测试几款新式导弹,被怀疑离不开中国提供的电子器部件,参加捷克武器展中共不动声色巩固东欧地位,今年的中国和中东欧峰会,几天后将在索菲亚召开。 中共总理李克强将借此访问保加利亚和德国中共近些年来积极推动一带一路,项目在当地投资兴建各种基础设施,同时向一些东欧,特别是巴尔干地区国家大笔贷款。 有的国家欠中国债务的水平,已经达到了警戒线标准。 与此同时,中共也在利用另一手段,那就是通过军事技术合作,来扩大在这一地区的影响。 布拉格的回升24网站,报道一代,一路项目把中国和欧洲连接在一起,但中共推动这一项目时,背后也隐藏着军事动机。 中共小心谨慎地在卫星的海外军事基地选择地点,名义上是为了保护海外经济活动的安全但不管怎样,中共正不动声色地巩固它在中东欧地区的地位。 正因为如此,中共军工企业从2015年起,参加在捷克第二大城市布尔诺举行的国防和安全技术展览,也就不让人意外。 媒体怀疑中共暗中帮忙,乌克兰导弹项目这家捷克媒体,说中国军工企业目前正大力向巴尔干地区国家推销武器装备。 同时向白俄罗斯提供军事科技报道特别认为,乌克兰今年年初宣布成功测试了能攻击陆地和海上目标的涅普顿式巡航导弹。 但这里引出的一个问题,是乌克兰巡航导弹的电子系统,处在何种水平? 因为导弹如果超低空和掠海面飞行,以及想精确击中陆地和海上目标,离不开各种电子器部件、芯片等导航和瞄准装备。 乌克兰在相关领域通常很落后,很可能中共在暗中帮忙乌克兰。 乌克兰正在加紧开发几款陆基、海基和空中发射的巡航导弹和战术导弹,作为威慑力量,抵御俄罗斯可能的侵略。 欧安组织的观察员说,乌克兰东部冲突双方交火的激烈程度,目前已经达到了最近几年来的最高水平。 乌俄关系紧张开发导弹抵抗侵略军事分析人士费根豪埃尔说,普京政权曾期待乌克兰政府因为各种危机垮台,但这种幻想落空,而克里姆林宫又无法容忍。 乌克兰越来越亲近西方因此,世界杯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将非常危险,因为夏季非常适合作战行动。 他认为,在世界杯足球赛期间,俄罗斯不太可能大规模入侵乌克兰。 乌克兰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土耳其诺夫说,乌克兰开发的导弹全部利用自己的工业基础和技术。 其他乌克兰高级官员和军事分析人士说,乌克兰导弹的射程未来能达到莫斯科按舰导弹针对俄海军克里米亚与俄罗斯本土的大桥。 最近军工通车后,乌克兰如何保护自己的海上安全,特别是与俄罗斯共同拥有的亚素海地区的安全,越来越引起。 乌克兰重视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造成乌克兰损失了大量海军舰艇和装备。 海军基地也被迫转移到南部港口,敖德萨,乌克兰海军领导人最近表示,乌克兰海军根本没有力量同俄罗斯在亚素海较量在这一背景下。 乌克兰军事分析人士巴德拉克说,为了弥补海军力量不足,乌克兰也正在大力开发部署在车辆上,可移动发射的岸基型反舰导弹。 来对抗俄罗斯的威胁,乌克兰仍有潜力,俄罗斯担心俄罗斯的一些军事专家已对乌克兰开发,针对俄罗斯的各种导弹系统感到担忧。 有人甚至呼吁在乌克兰的导弹系统成熟之前,潜力阻止乌克兰的导弹开发活动。 前苏联时代乌克兰曾是苏联战略导弹的生产和设计基地,苏联威力最大的洲际战略导弹,当时由乌克兰的南方机械厂设计和生产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军工企业人才大量流失。 但乌克兰军事分析人士苏古洛夫斯基说,乌克兰仍有能力开发,包括核武在内的许多尖端武器问题,主要是需要时间和缺乏经费。 学者中国乌克兰彼此帮助双赢合作苏古洛夫斯基,说乌克兰与中国的军事计数合作由来已久。 俄罗斯因素不会妨碍双方合作苏古洛夫斯基,双方应该彼此帮助对方这种合作能够双赢。 乌克兰一直很高兴能够同中国在军事计数的合作。 乌克兰国防部2016年发表的报告说,中国投美国、波兰、英国等北约国家一样,对乌克兰提供了军事援助。 中国还曾向乌克兰提供了战场救护装备,以及用来挖掘工事的工程设备。 一家俄罗斯军事媒体说,中共不久嫌曾测试过,能携带核弹头的东风10A型中程导弹。 尽管中国声称自主开发了这种导弹,但这种导弹仍然非常像前苏联的战略巡航导弹KH55乌克兰,可能向中共提供了这重导弹的样品和设计资料。 中共从白俄或导弹发射车底盘技术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也曾公开称赞过中共在军事技术领域所提供的帮助双方联合研制的波罗乃兹远程火箭炮系统,以及在此基础上开发出来的战术导弹系统,已经在白俄罗斯的阅兵仪式和武器展览中展出。 与此同时中共也从白俄罗斯获得了导弹发射车的底盘制造技术,目前装备俄罗斯军队的各种导弹,也同样使用白俄罗斯生产的发射车底盘。